天州五号货运飞船 首要任务就是给空间站运送各种物资 同时作为一个空间试验平台 它还具备载轨试验能力 开展空间应用拓展 这一次天州五号携带了哪些物资和试验项目呢 在整个40立方米的货运飞船空间里 一共有40个储物柜 放置航天员生活用品 以及我们做实验所需要的一些设备 我们有三项载荷 澳门学生科普星 有那个空间高能力质探测器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清氧燃料电池 一共有五台载荷设备 我们在停靠空间站以后 按照那个飞行程序的安排 择机开展这些相应的载荷实验 再一个就是我们还携带了 空间应用系统的一些载轨的一些实验装置 对接以后呢 航天员就可以把这些装置呢 搬到那个空间站去 开展相应的科学实验 此次天州五号携带的澳门学生科普星 在空间站组合体运行期间 进行载轨发射 进一步增强了货运飞船的综合应用效益 除了各式实验装备 天州五号货运飞船 还给空间站的航天员 带去了生活必需品和大约1000克的植物种子 用于开展航天域种实验 我们这次还是携带了三人六五月 航天载轨的生活物资 另外呢 我们还给空间站呢 携带了相应的一些备份设备 比如像CMG啊 分球调节器啊 就能够支持它载轨更换